哈喽,我是阿蒙 我现在正走在回停车场的路上 这条大路时不常有车过 但是这也属于景区里面 然后我对面就是 红瓦的房子和大海 老美了,真的是 把镜头调过来给你看看 把一个亭子能看,看那个什么看着书 看看劳山泰晶宫的地理位置之优越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的天 这泥马在这不修仙成道 说不过去啊 劳山泰晶宫,据说这里是距离神仙最近的地方 那么我就很想知道 劳山道士到底长什么样子 这个爱萍大哥说他的师父就是正宗的劳山道士 所以今天我起了个大早 七点半,劳山泰晶宫 上面是老子巷,底下是打太阶的食物 哇塞,天 我现在在劳山脚下啊 刚刚建了一个正宗的劳山道士 现在准备跟着爱萍大哥去看他的师父 师父好 吃饭了吗 你好师父 哈哈哈哈 师父他会吊 道长的家 中间这是什么情况 也许可能是古装片看多了吧 总觉得清修道长的家 应该是那种古色古香非常整齐的那种状态 但是这位非常接地气的道长的家 确实让我shock了一下 还有刚做出来的面呢 早饭吧可能是 你下次问 你都是什么好吃的 我不告诉你 我这个胃花 我告诉你一遍了 你有什么呢 那里面都是这鸵 淀粉糖什么的 好多味 我觉得您特别就是懂得那个非无利用啊 不不不 我不是 物尽其用 不是 你是机会说 我们不是物尽其用 我们在山里边就都跟火中 外边的黑黑手 这东西不是这边冷了 和喂花嘛 啊 喂花也都是 对对 喂花喂鸟啊 对 喂花喂鸟 你摔了吧 你鸟都是 是 还真是有 有点让我 呃 怎么说呢 大吃一惊啊 哎呀 其实可以好好归整归整的 你看 剩饭剩菜 你看 鸟了一会儿不炒鸟肥吗 鸟肥 鸟肥啊 一会儿养草 刀工火中嘛 他刚说啊 对 就是 你这东西弄了以后就是这个弄 对对对 他就发销以后 就 就冲了去 就自然 对就能用了 我这个有擦水 吃饭就喝水 嗯 先别喝水 好 好 拿那个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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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来一个好朋友 你好 哈喽 啊 这东西打打打打打打打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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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啊 啊 讲什么课 讲课 就讲课 拉拉瓜 这个 带着孩子来清修的吧 别擦抖音 你觉得那个好看是吧 不是 别有心课 别抖音好多了吧 对对对 你别抖音我那个鸟肋擦好多手 不可比啊 volts 听到啥吐擦抖音 正宗劳山道士兔槽抖音 哈哈哈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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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对不对 2017年悟 turbine这 golden book 啥题啊 就这个,关于拜堪读读,这样对待阅读,这样对待读书,这样对待王,我都生过这么一个天爱 我拜读一下,看看 我现在说,你别说,你要生过这些天爱,我一会儿,你要不要有差,我现在我不要放哪去了 这个都发表过 师傅,虽然身居牢山,但是熟知天下事,一点都不糊涂 这什么意思,怎么呢 没有,你刚刚不是说我们这闭塞吗,你也不闭塞 我妈还能接受,我说什么家伙,这个东西我还要,你太客气了 和道长聊了很多,也突然明白,虽然身着道袍,束发带官,过着半饮剧的神仙生活 但也更需有足够的智慧,对抗现实生活的柴米油盐和机灵狗碎 俗世的烦恼人人都有,这也许就是生活本身的意义吧 这个龙头鱼啊,就是旁边这棵鱼树 这棵树是一个1200年的一棵树 哇,这棵鱼树简直绝了,我的妈,这参天蔽日的 龙头鱼,中文名,苍叶树 别名,唐鱼,鱼科,苍叶树 位置,太清宫冯仙桥 树林1110年 台阶 你马从这个角度看,好吓人啊 和老子同框啊,就是这个感觉 今天早上一大早被朋友拉到太清宫来 然后呢,六眼半嘛,进来的时候 人家还不对外售票呢 然后就一个人独享一座老山的感觉 这样,这样可能太阳好点,都能太阳的东面 我后面呢,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对面呢,就是竖着一根食指指点江山的老子 我觉得还挺牛逼的 就是老庄哲学嘛 它是我喜欢的维二的啊 这个非常喜欢的哲学家 第一是庄子,第二是老子 我觉得他们都是,就怎么说呢 就是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参悟到躺平这个哲学的意境的人 非常非常了不起 而且就道法自然嘛 就这个简简单四个字 现在都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参透其道 感觉非常有收获,有收益 特别是现在的这个地方 我估计啊,就是最红火的时候 可能站满了人 争相要去拍这个 现在这个平台上就我一个人 对吧 第一波可能来太行宫的人还在路上 所以就是早起的鸟有识识 所以就真的是 人生走在路上,永远有惊喜的奇遇 特别是,怎么说呢 常怀一颗善念吧 然后你遇到都会是善良的人 对,always是这样啊 阿蒙行走江湖多年的小感想 嗯,对 所以就是劳山太清宫 就在海边 就在海边依山而建的一座道观 秋楚基 好像一千两百多年的历史了啊 就是劳山唯一仅存的 有历史意义的 虽然也是毁于文革啊 就是 但是树嘛 你刚看到一些树啊 都是一千两百多年的古树啊 那真的是一个 建造了很多年的一个地方 而且 对吧 我相信古人比现在的人要聪明百倍 他们都知道选择这样的地方 那还有什么理由呢 对不对 想得到想成仙的快来 史上最强安利啊 妈呀,太美了吧 哇,我的妈 真的 新宫旁边的海滩啊 这个风景还是很美丽的 那个 道观就在这边 然后面条大海 成仙的地方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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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